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2号星期四 昨天我们说了TwitterSwift开始公开表态支持贺锦丽 我说这个影响其实会非常巨大的 甚至有可能影响1%到2%的选票都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昨天我也说到了Elon Musk的俏皮话 他的这种一语双关的开玩笑 其实会引起很多女性的不满 那果然 他是TwitterSwift时代特别9月10号 他们俩辩论之后晚上 然后过了一会儿发了差不多就是9月11号凌晨 然后到了9月12号的凌晨 差不多24小时之后 TwitterSwift在Instagram上的发文 他支持贺锦丽这个贴文 得到了900万的赞 光点赞就900万人 然后 而且当中还包括什么詹妮弗尼斯顿 女男运动员 Kathleen Clark Selena Gams 这些都是众多的 都是这些女性的这种明星 体育运动的明星 体育明星的点赞 得到了众多的女星的支持 而且美国总务署发言人 12号当天表示 在一天之内 24小时之内 有33万7826个人 都是通过Taylor Swift贴文中的链接 进入了美国投票 登记网站 来登记投票的 那他们能够登记的话 就全部都是美国公民 所以呢 而且你要明白 这只是24小时 而这些应该 也就是说这些人 应该都是属于手头族 他们之前没有登记过 那可能都是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你必须要一少一点 Taylor Swift跟一般的明星还不一样 其实他属于一种 算是那种乡村乐手 所以他大量的这种粉丝 实际上是在中西部地区 他的粉丝其实并不是主要集中在像什么 加州 纽约 这种就是蓝州 他有很多粉丝 其实就是在红州 红州的年轻人 当然我相信红州的年纪大的 可能都是要选川普的 但是年轻人你管不了吗 你管不了 你对年轻人有影响力吗 你没有 他有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不说红州 那些摇摆州呢 你懂吗 有一些摇摆州里边 可能最后那个选票上下就那几万票的事 你懂吗 就是礼拜里就那几万票的事 我真的我不知道 然后伊朗马斯克昨天不是说要给这个 要赏这个Taylor Swift一个孩子吗 你知道吗 然后很多被网民骂爆了 下边说恶心 令人毛骨悚然 令人厌恶 说你就是这个歧视妇女 这个厌恶妇女 等等等等的 当然了现在很多人说 这都是女权在骂 你很难这么说 你很难这么说 你 珍妮佛安尼斯顿能算女权吗 其实他不算人 对你不能够说 只要是就是说你这 没事你要给人受个精 赏人个孩子 然后被人家骂了 然后你就说人家是女权 大哥 你这真不能算女权 这基本上 这要骂你 你分不出是女的还是女权 而且我估计就是有些男的 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 我不知道 男朋友看了之后 做话敢想 不过我估计他应该不是特别愉快 你觉得呢 他还有男朋友了 对不对 所以 真的 伊朗马斯克真的不是来帮忙的 我不知道 和伊朗马斯克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这两个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奸细吗 真的 你看到这900万个赞 33万个 33万7千 将近34万人 去登记投票 那你想看了Teleswift的这个Instagram 然后赶紧这个链接进去投票的 这33万7千 我要说里边99%都是投和你立的 你信吗 我觉得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而且光一天 未来还有 离大选还有两个月吧 还不到两个月 还有一个多月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哎呀 真的是 我看着要这样子 要选 一个铁胜的一堂选举 最后被后面真的是 我觉得就是说 尤其是这个刺杀之后优越感太强了 觉得自己已经定了 觉得自己就横扫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反而呢到现在就是 其实当时他这个刺杀出来 不要有人说说这个是川普自己这个设计呢 我就说那不太可能 记得吗 当时我就给他一个礼物 我认为就不可能 你知道什么吗 太早了 知道吗 到时候大家就忘了这事了 你看现在 还 这提醒你还有一个多月 现在已经都忘光了 往到九霄云外去了 你发现了吗 说实话 就目前这情况 我不看好川普的选举 马上两句说 别看有奇迹一般的刺杀事件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有点赞 有点赞